你们两个 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 她又怎么敢直接找到我 要我滚蛋 我不可能跟我太太离婚 我跟你之间 就是我一时犯了一个糊涂 有人没有心 不如不留人 在你这儿我不需要尊严 我就是想陪陪你 莱珊是多好的一个老婆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这种错一旦犯了 一辈子都不能原谅 你说得对 她肯定就是想 透透摸摸地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拿孩子来逼宫 就算逼不成 到时候这孩子 也能来分我们家财产 真有她的 她豁出去了 她也不想想 这么大的投入能不能回本 到时候我爸要不认这个孩子 她能怎么着 那各应不各应啊 那到时候你爸跟莱珊都不好过 那怎么办呀 咱不能让她如了愿了 无论如何必须得把她找到 一定要当面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小妈咪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这小董都打上门来了 打进门来 我也得应战呢 挺好啊 还头一回碰上这么厉害的对手 行 我倒要看看谁厉害 你有对策了 交给你们俩一任务 八地三职业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剩下的事我来办 爸 您留完完回来了 赵他 这都几点了 你不上班啊 我上班啊 我这不是正准备进去换衣服呢吗 换换去就 你给我找个人 赵总 温总说 最近公司没什么事 您 您可以不用来了 这小董上辈子是搞间谍的 挺会躲的 把自己的房子退租了之后 在另外一个小区住着呢 得亏我那客户有招 把他给弃敌了 人我现在是给你找着了 下面你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就杀过去 你杀过去 你得先想清楚了 你现在得跟我说清楚 你要干什么呀 书县 我再也受不了这个女人 每天在我眼前上蹿下跳 我现在必须掌握主动权 我要掌控全局 就算她 一定要把老楚的孩子生下来 也只能在我眼皮底下生 反正现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我必须要战胜这个女人 我要战胜她 我就只能忍下这份恶心 我还得赌 我就是想赌一个女人的羞耻心 这么一个 一个外来的女人 怎么在女主人的精心伺候下 心安理得地把人家丈夫的孩子生下来 她要真能这么不要脸 我也认了 等她孩子出生那一天 我就滚蛋 周总 今天广州下大雨了 还以为您回不来了呢 是 哦 对了 太太回家了 是吗 对 妈呀 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 我是回来了 把你那董小姐也带回来了 什么意思 主杰请我来 他怎么不见我 他人呢 你们告诉他 我要立刻见到他 你把他搞到家里面来干什么 人家还了你的骨肉 总不能让他漂流在外啊 不是 你 你 你 太太 你是 太太 药间好了 给他送下去 让他都喝了 等等 真的 不能在家里给他喝大胎药 那种违 违法的 是安胎药 你不信 自己拿着药扎去化验 去吧 莎儿 现在是 现在是什么 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我看他一个人 也没人照顾 怪可怜的 不如把他接到我们家来 我帮你伺候 直到他把孩子生出来 这孩子不能不能要啊 怎么不能要 那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 你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他们的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你 你不用去看他 我专门给他请了两个阿姨 全职伺候 一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好 也好 我现在跟人在谈一个合作项目 这几天我就 我就住酒店 老板 我也不影响你休息 好不好 一个人住酒店 正是风流快活的好机会 没关系 你再搞出几个孩子来 我都欢迎你带回家来 我说了什么话吧 我 我要不然 我叫秘书把那个房卡给你送过来 好不好 随时欢迎你来查房 我 好好好 我走 我走我走我走 好 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 能够被孕妇的情绪言行同化 孕妇必须谨守礼仪 给胎儿良好的影响就是胎教 我跟你也不熟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让阿姨随便做得及啊 你看看 要是不合口味 还可以重新做 你就放心吃吧 没给你下毒 我还不打算为了你 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 这么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也不是为了你 都为了你肚子里那个孩子 我不吃 我要见主节 等你把孩子生完了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爱见谁见谁 可是现在呢 你只能安心养胎 别的事都先别考虑了 我才不信你那么好呢 不定憋着什么坏的你 我知道你有太太 你放心 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你好 楚太太你好 你好 我们还真是有缘分 我们带的玉佩都好香啊 我这块玉牌是我先生送的 董小姐这块 不会也是你先生送你的吧 是没了 野种 它可是楚节的种 你不认没关系 有人会认的 你知道有孩子之后 你会来找我 你干嘛去找我太太 你想干什么 不过你得把楚太太的位置让着 我要你外面下的所有财产 不管我是状态还是真的 就算楚节 在外面再搞出几个孩子 我都欢迎带回家了 我是厉害的 我是厉害的 每个人都在外面 你不要喝 吃西瓜 你不须喝 吃西瓜 吃西瓜 我喝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去哪儿啊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一个人出去很危险知道吗 爸 你下班了吗 马上 晚上咱不在家吃饭了 我在楼下的餐馆订了个位置 你下班就过来吧 行 喂 妈 什么事 下没下班啊 我这边还有点事没忙完 我得晚点回家 你们先吃吧 我跟你说 咱们今天啊在外面吃 我和你爸都订好餐厅的位子了 你赶紧过来吧 喂 妈 赶紧的 别磨叽了 就等你了 我爸妈真多事啊 我爸妈真多事啊 走 你俩人你回不来的 没有 在门口碰到的 在这儿都能碰到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的 坐吧 坐 坐 我 坐那儿 今天把你们叫的一块儿 咱们一家人吃个饭 现在不是都提倡相互理解 积极沟通吗 今天咱们就把所有的话 就摆在桌面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说有多大的事啊 兴许一说出来 那就是个误会呢 是不是啊 亲家母说得对 我们几个人 是你们的长辈 虽然说是年龄大了吧 但是你们别以为 我们思想老了 跟不上趟了 跟不上形势了 有些事情啊 是过一千年一万年 事还是这么个事 零还是这么个零 我们走过的桥 比你们走过的路都多 今天正好 大家都在 你看有节目事情啊 都说说 看看能不能解决 对对对 我就不信 两个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非得要闹到要离婚 对啊 你们说说吧 书琪 你先说 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没事 反正经济有得是时间 说吧 其实 我们俩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以前 我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 他就只顾自己工作 后来我全日在家 他索性就更是全扑在工作上 能在家吃几顿饭 能带球球去一次公园吗 这些我也都能理解 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你要在外面打拼 你要养家糊口 可是你能理解我吗 我要去外面工作了 你就说我自私 就说我光想着自己的事情 不顾家里 你竟我一点没有想过 当初我为了这个家里 我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我也牺牲了我自己 家是应该我们两个人 共同承担的对吧 但是赵坦 他忙的不是也是事实吗 他又没有诚心说不关心你们 我看书星说得对 男人你虽然说在外边挣钱养家 可家里很多市政也得帮帮忙啊 那一个女人操着家也挺不容易 也挺辛苦的 也得需要帮手是不是 其实这些我也都能忍了 因为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我知道你挣钱辛苦 我也知道你在社会上打拼不容易 但是也不能把外面工作上的火 就撒家里吧 谁都不是轻松的生活 谁在职场上 你让你了的是吧 你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女人 家里世界上工作上 什么地方都离不开你 行不行 什么叫行不行啊 你说行就行啊 家里你说了算 在外面也一样 你在外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提醒你赵坦 你别忘了 现在对不起这个家的人是你 我是不是在你面前 一直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永远不能抬头啊 无聊不无聊 无聊也是因为你无耻 离婚吧 你不就等着这句话呢 明天我的命令就等你 你是我情深的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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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你放心 她明天要敢跟你离婚 除非从我尸体上走过去 想你天云淡风轻 我在沙发到天明 一句温暖的听鸣 生骨又差点心 困在迷途给我指引 勇敢走下去 谁看懂女人的心 总是战战静静 你为我用爱撑起舞顶 是最美的风景 来 爸 我上班去了啊 怎么了 不舒服 怎么了 浑身都扎得疼了 您哪儿不舒服呀 哪儿都不舒服 您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舒服呢 昨天晚上一醒我都没睡 那您昨天晚上怎么不跟我说呀 不是怕耽误你休息 那我现在带您去个医院怎么样 上医院啊 让大夫给您检查检查 那好吧 来来来 哎呦 慢点啊 慢点 哎呦 走 走 哎呀您真是 您昨天晚上就应该告诉我 这不突然的话 喂 哎 哎 那个你今天不用过来了 我有事 去不了了 老爷子 这儿疼吗 疼疼疼 这儿呢疼吗 这儿也疼 这儿疼吗 疼疼疼疼疼疼 疼 又放下吧老爷子 嗯 老爷子您现在 到底是感觉哪儿不舒服呀 头疼 腰也疼 嗯 浑身不舒服 那您头和腰最近都没受过伤吧 没有 这老爷子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也不好做出判断 最好能做一个全身检查吧 啊 啊 好 别做全身检查了 得多少钱 爸 必要的检查 那还是要做的 啊 钱您甭管 那个 蛋管 咱给我开个单子吧 嗯 哎呀 医院医院 这叫什么医院 检查一下半天 上屋里拍了个照 没两分钟 一千多块钱 哎呀 这些大夫嘛 就是为了创收 来爸您喝口水 您别这么说人家医生 那不是您老说 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 人家还给您做检查吗 那医生也是为了您喝 挺好啊对吧 我本来我就不舒服嘛 你也 嗯 切了 切了 我去接个电话 我啊 喂 爷爷 大孙孙 我告诉你说 早上一起来啊 我就说我有病 在医院里把你爸爸拴了整整半天 他什么事也没干成 今天爸爸妈妈没离婚 全都是你的功劳 只要孙孙高兴 爷爷就高兴 你放心吧 是 要我爷爷在 绝不让他们离婚 啊 太好了 爷爷 那你要永远住在这里 永远的别走 哎 好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不是爸您唱这儿哪一出啊 有意思吗 什么有意思吗 有你这么跟你老爸说话的吗 啊 我是你爹 我是你老子 不是我瞧瞧你 您不掺和我的事行不行 这 什么叫掺和 哦 就看着您 你们俩就这么结婚了 就这么犯错误 我告诉您 这人一世的夫妻 是百年修来的福分 加上能看你犯错误 爸 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个儿的心理 去做任何事情 用不着别人的点指手画脚 这不是逆子 逆子 气死我了 你找我啊 你怎么了你 眼神涣散 瞳孔放大 我快死了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听我说完你再死 你的事俩听听一意见 对我来说是好事 眼前一该一点 我现在的注意力 集中不了五分钟 总公司要把我调去上海 给我升仓 你就不想挽留我一下吗 那你别去了 如果你不在 我的生活会枯燥很多 那我带你一块去吧 正好总公司那边 让我带一个人过去 七七三年 回来以后坐我的位置 你是我的首选 不过你不用着急 你答复我 我一句好好跟你们家人 商量一下 我去 这么快答应了 你别冲动啊 不冲动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 我可以留恋的了 你不会离婚了吧 prompt朋友 我帮你交给我 我帮你交往下 我去交往中 妈 我要去上海了 去呗 把球球就放我们这儿呗 我是说我要调到上海工作了 叫上海工作 那你不现实吧 你都这岁数了 还带着个孩子 上海这么老远 你到那儿工作去 我们俩换个环境 对我们俩有好处 上海跟北京都不一样了 你带个孩子 能适应得了吗 从北京到上海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 都是大都市 那我们你也不管了 当摔手掌柜的 万一我和你爸谁病了 我们上那儿找谁去 妈 我又不是去了 一辈子不回来了 就三年的时间 一眨眼就过去了 回来之后 我就是这边的头了 再说等我过去了 我把那边房子弄一弄 把你和我爸接过来 咱们一家人在上海住几年 不也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好 孩子还得转学吧 多麻烦哪 你上海那个教育水平 能和北京的比呀 人家上海的教育水平 一点都不比这边差 那边出的优秀人才 一点都不比这边少 你是不是决定了 你今天就来通知我们一下啊 反正你这个人你定好的事 别人说什么也没用 是不是 反正你也是当妈的人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说什么你反正也不会听 妈 你是不是就想逃避啊 你是不是就想逃避赵坦呢 我就是逃避 缘分天注定 老天自有安排 什么老天自有安排 你别自作聪明了 我跟你说女儿 很多事是有时机的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 你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你就永远就都错过了 先吃饭 先吃饭 行了 行了 好吧 妈妈 我想让爸爸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还认为我的天赵坦 我认为哄罢 还没出现 帮我 有时候 你让我看到太多 无论 看来书信这次啊 是真的打定主意了 可不是啊 这婚肯定是离定了 孩子大了不用娘啊 该做的咱们都已经做了 所以咱们去吧 反正这回她只要一去上海 这事就肯定挽回不了 要不找赵坦他爸商量一下 你想好了吗 真的要走啊 其实我觉得你跟赵坦之间不至于啊 他不是已经把事情前因后果 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你自己也说以前的事 你也不计较了 那干吗非要走 我觉得也是 那天马赛全程盯着呢 他一回来就跟我说 他俩肯定没事 我知道他们俩没事 我也很清楚我们俩现在的问题 不是男女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们俩的个性 其实她就是一个传统的大男人 可惜我不是吐丝花 不是非要攀附在大树的身上 才能生存的 虽然我不想当个女强人 可是我更不想做一个全职太太 我也需要通过工作上的成就感 来证明我个人的存在感 我也一直有这个能力 她希望自己成功 现在也要要求我 为了她的目标 放弃我自己的追求 从这一点我觉得她这个人很自私 这个就是我们俩现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所以你们家的问题其实是 有两个态啊 两个人在事业上都太要强了 放在一块肯定会有矛盾 没错 谁都不想当月亮 只借着太阳的光芒 谁都想自己发光发亮 可是你们这么多年 不都这么过来了吗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过不下去了 因为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球球大了 我的机会也来了 以前为了球球我放弃过 现在我不想放弃 要是一味地让你做出牺牲 也太不公平了 不过赵塔那边 就没有一点改变的可能吗 不可能 她态度非常坚决 这些家务事说来说去 只有当事人最明白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局外人 你就记着 我们永远都在你身边 没错 等你安稳了 我们去上海看你 我等你们俩 我问你 小董现在还在你那儿 小妈咪 你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我爸都快疯了 他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小董的孩子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阮山 我聊电影 你也别商量你自己 你那么着急忙慌叫我回来干吗 赵塔那 舒适要带孩子去上海 再也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喂 你要带球球去上海是吗 是的 去多长时间 三年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 把手续办了吧 你 你可回家糊你 我明天就有时间 那得明天去办 你这个混仇啊 我让你打电话 是把他们屋子留下来 你可得好 他就办什么什么证去了 你是不是重新抢气死我呀 老婆娘 你真要是跟他离了婚了 我可没你这个儿子 那有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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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 今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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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是浪還是苦 你不在乎如日月守護 泪就在你懷中睡得那麼疏 我們的幸福包容全部 你我的心情互相沉浮 慢慢隨它去遠方 找到彼此的歸宿 懂你的人白髮的讓人羨慕 我們的幸福包容全部 你我的心情互相沉浮 慢慢隨它去遠方 找到彼此的歸宿 懂你的人白髮的讓人羨慕 先走 本当... 保持人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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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什么事 爸 我找不到赵坎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爸 你别找他了 他可能想要一个人见一见 你先睡觉吧 爸 我们俩已经把手续给办了 你说什么 什么手续 离婚手续 你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你说你们这一离婚这么好的 家庭一下子就散了不是不是 你们总是自以为是 爸 我们俩已经离了 你就别说了 书县 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代表道坦 向你赔个胡适 道不歉好不好啊 我先挂了吧 我挂了 没有 你睡了 你睡了吗 我睡了吗 我睡了吗 现在 telling我 不让你吃了吗 他睡了吗 我 ко talks 你吃了吗 你就是橡树 我就是那株木棉 不管是树和树 还是树和疼 其实各有利弊 疼会成树 树会死 两棵树在一起 咱又会挣作养分 那就再多给点养分呗 什么是养分 爱啊 愿得一人心 白头互相拥 你心 我心 天地为了 咱们夫妻比翼齐飞 咱俩的车 也得并驾齐全 不管你应该让你受了多少苦 吃了多少累 只要不能加热 看你 看你求救我 我就觉得 什么样的美车都能够认识 此日此刻 我们必须要见谱 你还爱我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恨很多人 但是对你 对孩子 对咱们里的家 这是我唯一要珍惜的 真的吗 我妈早就告诉我了 说男人没有好东西 你这身体就让你 我核心特别核心 我理亏 我对不起你 是吗 你想怎么着啊 我不想怎么着 我不想出去 你管不着 别扎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找业征星啊 他有事出去吧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您的吗 好 没问题 等他回来以后我就让他给您回电话 不用谢 不用谢 好了 就这样 再见 李主席 您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情绪跌落 可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希望你振作起来 军事是以客户至上的 电话响三声不接就是你的失职 知道吗 你跟我出来